她在高雄市有一名富人很幸運 抽到大獎 但是她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她搶購全台唯一的海鮮福袋 抽中最大獎是一尾一萬八的巡龍魚 雖然很開心 因為這麼大一尾魚 重達五十台金 讓她很煩惱的說 該怎麼處理呢 到底她怎麼處理呢 一起來看 巡龍魚 好 來看看 巡龍魚 中大獎嗎 這位太太欣喜若狂 等了一個早上 終於抽中這位超大巡龍魚 重複買三次 黃天不復苦心人 把巡龍魚帶回家 但開心歸開心 這麼大的魚 連帶回家都有困難 富人又開心又煩惱 你沒事吧 回來啊 觀眾我也不要說 我回來也要他帶 好喝 招開雙臂 這位巡龍魚比兩隻手還要長 幸好賣場貼心服務 把整尾魚分切成30等份 巡龍魚 巡龍魚30片啊 切完30片啊 對啊 它的厚度也是差不多這樣 這麼大的鮮魚 得先刮掉魚鱗 去頭 清洗再切片 需要專業刀工 向這位巡龍魚 重達五十台金 足足切了30片 鱗烫掉啊 他頭切掉再輪切這樣 他頭再剁塊 那一點比較不會處理 對啊對啊 那個要技術的 海鮮服的大獎超值 但是沒抽中的失望 抽中超大巡龍魚後 該怎麼處理 又是一個煩惱的問題 追星期的紀錄是江貌卓 告訴我